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題是鳳王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目前已經來到4月份了 那3月份的活動其實有許多新的角色以及重複的角色再次登場 不過從丹尼的波爾格的流量來看 能夠感受出玩家們對鳳王的熱愛 想必的齁 大家應該都把他追好追滿了吧 那麼如果你是在這一次活動裡把鳳王給灌滿的話 相對的這一次的大十年盟你肯定是不能錯過的 而丹尼是從第六季開始溜鳳王 第八季灌滿 在第十季到第十二季的中間都把鳳王使用鳳王雙龍陣輕鬆地攻頂 如果你想參考的話 可以從之前的直播影片直接觀看 是最快可以學習到任何的陣型上的打法 那我們在上一季有把鳳王放在後順位 可能影片上來說並沒有像之前那麼的多 所以我們今天專門做一支影片 來討論一下 把鳳王放在後順位 在大CM對戰該如何使用 好 那今天使用的陣容的話 是跟上一季攻頂使用的陣容相同啦 把鳳王放在後順位之外 前面有兩隻龍系 分別是蒂雅烏卡 以及奇拉蒂娜 鳳王在後面的打法的話 相對的非常吃 前面的角色能夠帶出一點優勢啦 也因此我們今天看到的三隻角色 都有非常高傷害的招式能夠去壓迫對手 好 我們進入今天的第一場 第一場的話 看到顧拉多 顧拉多在之前是獲得了專屬招式 斷崖之劍 讓他的出招數更快 而且地面系的傷害量也更高啦 依照我們今天的陣容的話 看到顧拉多是沒辦法換角的 得繼續打下去 因為頂多只能上鳳王 如果對方把顧拉多隱藏到最後 地藥卡是很難處理他的 所以這邊我們就讓奇拉蒂娜用個暗影騎襲 造成一點血量上的傷害 不過對手這邊是擋下來了 目前在大仙盟 大家看到奇拉蒂娜擠到很多 騎大多數還是不會開盾啦 如果有開盾 代表你應該之前有看直播啊 因為暗影前襲這一招 並不是很多玩家在用的 但你認為在瞬間打出爆發力的情況 暗影前襲還算是不錯啦 對手擋住之後 接下來想用火焰拳騙盾 但是沒有騙成功 不過至少我們有先逼到一盾啦 這邊順順的讓奇拉蒂娜下去 然後鳳王可以上來練功 是我們一個比較理想的打法 而且地藥物卡本身有流星群 鳳王的招式爆發性也很好 有盾的優勢的情況下 會讓後面兩隻角色比較好處理對方 好 之後我們這邊很可惜的沒有再放到一個龍爪 但是一盾的優勢 讓鳳王上來 不用太怕顧拉多啦 因為顧拉多的招式打鳳王都是減傷的 那我們可以用兩個燒劍 斷來之劍出來 打鳳王 是單抗 但是傷害量也是不錯 不過因為對方也是R20玩家 相對的他是把槍上擠得很滿啦 一個火焰拳加一個斷來之劍 還是幫我們鳳王打了半血 那我們有兩個燒劍 在補一個燒劍之後 就能夠出招了 對手這邊上來是蒂阿魯卡 所以我們選擇的是勇猛攻出去 壓破對手的盾 下去之後對手開盾 立刻切蒂阿魯卡上來 這邊的優勢在於 我們可以開盾把對方的招式給擋下來 鐵頭收掉他 流星群補到最後一隻 遊戲就結束了 如果他是剛系的話也沒關係 鳳王上來還是有盾可以使用 所以這場基本上已經是結束了 在奇阿滴娜逼迫到對手盾的瞬間 鳳王上來練功了一下 造成了氣氧上 以及後面的盾的優勢 對方其實很難去抗衡我們 好 那他做一隻角色 是蒼翔上來的 蒼翔我們先來個鐵頭 直接造成他血氧上耗損 再補他一發 那這邊的話就會剩下一隻蒂阿魯卡 蒂阿魯卡得面對到我們還有一盾 加上鳳王跟蒂阿魯卡的雙重壓制 這場的話其實對方的三隻角色都是輸給鳳王的 因為我們就算切鳳王上來 他不可能切暢相或者是蒂阿魯卡 不過我們在開頭的時候是選擇讓奇阿滴娜跟他一模 造成有盾的優勢在後面的角色上來 相對的是把風向帶得更穩定一些 好 我們進入下一場 這一場是一個逆風開 我們看到的是蒂阿魯卡 面對到我們奇阿滴娜 那這時候暗影前夕扮演的角色就非常的重要了 因為如果你有模擬過的話 你會發現到你使用兩個龍爪的傷害量 不足於一個暗影前夕打到的傷害量 那那傷害量之間的差別的話 會導致後面的角色的蒂阿魯卡上來的時候 能不能夠直接弄死對方 所以為何我們要配暗影前夕也是因為這樣 我們在直播中可能沒有講那麼清楚啦 但是今天影片我們稍微講得清楚一點 好 那一個暗影前夕下去之後 蒂阿魯卡殘血 接下來我們蒂阿魯卡直接上來 對方是放不到招式的 這也就是暗影前夕帶來的作用 好 接下來對手上鳳王上來了 鳳王此時上來 我們有稍微的氣象上的優勢 那我們直接來個流星群出去 對手基本上是會給個尊重啦 那這樣就有盾的優勢了 然後我們選擇鳳王來個鏡向對決 鳳王在吃到妖猛攻是不至於會下場啦 而且我們等一下可以用神聖之火降她的攻擊力看看 外交 她目前是有打帶跑的可能 所以我們是開個盾檔了一下 而對手選擇最後的角色是齊阿蒂娜上來了 齊阿蒂娜一上來 目前我們氣象上非常的好 先來個妖猛攻出去 妖猛攻下去之後 對手沒檔 齊阿蒂娜噴了半血 接下來燒進出來 立刻想要再補一個妖猛攻 不過對方是出招了 那這邊有點小失誤就是本來以為鳳王的血量上那麼多應該扛得住啦 但是優猛攻出去導致目前的防禦力下降非常多 結果最終下場了 所以這邊的小失誤的關鍵就在於應該是要開盾 不然就是第一下用神聖之火 稍微讓她攻擊力下降 讓鳳王的持久力更高 反而此時 地牙烏卡面對到其他地那一個招是我們殘屑 雙方各身一盾 那鳳王接下來就用燒進直接把我們點掉啦 所以剛剛那邊的細節上沒有掌握得很好 但是應該還是有一個扭轉的空間啦 好 我們進入下一場 這一場看到快龍 快龍看到其他地那 這邊我們有龍爪啦 能夠快速的出招壓破她 不過 雙方的傷害量還是快龍比較高啦 所以如果硬打的話 快龍是能夠獲勝的 那對手的快龍龍爪出來 那她今天快龍是帶龍尾啦 龍尾相對的我們是有點操作上的彈性啦 對方是跑不太掉的 好 龍爪出去 快龍 想像噴的沒有很多啊 比如說其他地那別種型態的傷害量確實是稍微偏低啦 那我們這邊龍爪連發 對方的快龍這邊是不會下場的 那她是打算直接棄堡了 而此時如果我們開盾的話是有點浪費 因為我們的其他地那也沒有太多血量 所以丹尼就直接放棄她了 接下來選擇鳳王至少放一個燒進 有氣量上的優勢 快龍在第一隻 後面很有可能會有剛系為主的角色啦 然後鳳王一個燒進點掉了快龍 欸 傑克羅姆上來 哇 竟然是傑克羅姆啊 這樣說她最後一隻一定要有辦法處理掉槓系啊 能夠處理槓系的角色 要嘛是格鬥 要嘛是地面啊 好 我們一個招式打了對方的傑克羅半血之後 對方立刻上顧拉多面對到我們地牢卡 果然是能夠處理槓系的 是顧拉多 顧拉多這邊上來的話我們有盾的優勢情況下 是能夠開招式壓破她啦 所以我們先擋 不要讓地牢卡直接下去 然後等一下地牢卡就算下去之後 我們的鳳王上來是能夠拿顧拉多練功啊 不過對方這邊應該也知道 所以她用出招的速度去壓破我們 好 我們把盾全部開關 然後斷彈之劍我們這邊擋住了 然後接下來的話目前換角時間快到了 因為我們放一個招式之後 換角時間應該是差不多了 對方如果這時候讓我們地牢無卡跑掉 可以說非常虧啊 所以她一定會立刻出招 所以我們中途直接讓鳳王上來果然擋到招式 那我們假設啦 她這邊沒有出招 她留住了氣量 她一定會上捷克羅姆把鳳王給拿掉 但是最終會遇到一個結果就是我們地牢無卡 是有辦法集到招式去跟顧拉多比個CMP 出招速度會有優勢啊 所以她剛剛那邊並沒有用招式打到地牢無卡 可以說是非常的虧啊 那最終鳳王上來面對到顧拉多 我們就用燒進 準備把她點掉的時候她殘血出大招了 所以對方的顧拉多雖然出招很快啦 不過最終讓我們把時間給拖到的關係 相對的就獲勝了 好 我們就用下一場 這場看到的是至尊版本的暗影鳳王 鳳王的話我們還是強調啦 真的是不需要暗影的啊 因為暗影讓自己的坦度下降 攻擊力提升 但是你別忘了 鳳王本身的招式 妖魔弓跟神聖之火 傷害量是夠的 除非你真的算得非常的精準 燒進能夠剛好把殘血的對手打掉 暗影的鳳王才有她的價值 不過目前看起來好像沒有太多的一個狀況可以讓她這樣發揮啦 這也就是丹妮用了四季的鳳王的一個小心得啦 不過如果你有好的100%暗影鳳王 你可以嘗試看看啦 好 那因為我們手支是龍系的啊 有抗火 所以遇到鳳王絕對是順風的 我們持續的龍爪出來 對方的鳳王殘血 然後準備出招我們是切腳了 因為她一定會即時的使用牛猛攻出來 我們選擇地標卡上來 稍微扛一下 而對手換角了 結果她的第二個角色是蒼翔上來 蒼翔此時上來的話 一個近身戰能夠收掉我們 那她不想讓我們用鐵頭 所以是直接出招 那我們就給她吧 而對手是使用嬉鬧出來 哇 嬉鬧傷害量也剛剛好啊 平傷打擊 打了一半以上的地標卡血量 那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切鳳王上來了 這邊是有點擔心她會使用嬉鬧加近身戰還是 瘋狂福特 不太確定 所以我們這邊以防萬一是給個尊重啊 因為其他蒂娜殺半血其實用途上並沒有那麼好用 然後我們擋招之後她是使用嬉鬧啊 相對的她應該就是近身戰加嬉鬧版本的 好 對手也擋招了 目前雙方各號一盾 當然我們這邊就要賭她 是近身戰加嬉鬧的 所以我們就不擋了 好 對手 果然還是嬉鬧出來 那她應該要直接讓她的長翔下去會比較好 除非她最後一隻又是固拉朵 那就沒辦法 好 我們的勇猛弓弓直接出去 目前換角時間到了 所以我們稍微省一點能量 而對手的作為角色 其實DL卡上來 剛好我們燒進再補一下之後 再補她的勇猛弓弓 然後準備換其他蒂娜 讓鳳王的副作用給取消掉 目前還有一盾 所以這邊是OK的 對方在我們龍爪出來的時候 並沒有切鳳王上來一個切交擋招 所以DL卡扛了一下 然後接下來她應該是打算直接用她的龍席幫我們點下去 那我們鳳王再次上來 那目前這邊要一打二啦 說實在非常困難啦 因為對方的DL卡肯定有辦法放到兩招啦 然後問題在於她有可能切腳擋招 但是這玩家肯定是對鳳王不是那麼熟悉啦 因為我們的燒進還沒有點到結束 她就換角 反而讓我們練功 最終鳳王是先出招拿下她的 好 這邊算是驚險獲勝啦 她如果沒有在切腳 可能戰局還不是這樣 好 我們就下一場 這一場看到對手是鳳王 同樣是一個順風啊 我們來看一下這隻鳳王是不是100%的 沒有看到很清楚 她會直接換捷克沃姆上來的 我們等一下再看一下 那我們的奇阿蒂娜 當然的就是以龍爪出去 讓DL卡上來 輕鬆拿下 而捷克沃姆不一定會配逆靈啦 因為現在目前的大多數玩家 通常都配交錯閃電跟咬碎 可能在出招的彈性上比較好 但是對於遇到DL卡的時候 就沒有折了 然後對方出一個招式之後 沒辦法再出招了 我們輕鬆把她點掉 我們可以看到她第一隻鳳王嘛 第二隻是捷克沃姆 代表最後一隻我們就先預估啦 一定是DL卡啦 那以DL卡的話 我們鳳王鴨尾 這場能夠輕鬆拿下是沒有問題 好 對方的CP是435多啦 並不是4367啦 所以並不是100% 但是以攻擊力來說 應該都是15為主啦 然後她是4359 然後這邊我們殘血出大招 很可惜流星拳並沒有打到 然後這邊只能放一個鐵頭 屬性上弱勢 而且攻擊力下降了 所以沒有太多傷害 然後我們就賭她作為之DL卡的情況下 我們就讓其他定家上來 面對到對方的鳳王 對方此時一定有猛攻出來之後換上DL卡 對 這是一個基本的動作啦 不過以鳳王雙龍陣的一個打法來說啦 如果在逆風開 通常是要切DL卡 而不是切捷克羅姆 因為你看到其他定家的時候 我們龍爪下去讓DL卡上來 這一個輪替會讓你的一開始的風向更膩啦 好 那我們的鳳王上來 絕對有辦法收拾掉這張DL卡 這場就要結束了 目前的這一套陣容啦 是有稍微壓制到一下鳳王雙龍以及鳳昌帝這兩個組合啦 不過如果遇到鳳王雙龍還是要看一下對方的操作啦 如果我們細節沒有把握好的時候 還是會被對方給拉住 是比較麻煩的 好 對方的DL卡 我們這邊一個猶猛攻 直接把她拍掉 那這場就要獲勝了 其實以鳳王雙龍的打法來說是非常簡單的啦 因為她的打法就是 讓鳳王一開始壓制 如果有問題的話 DL卡上來 一定能夠飆盾 最後捷克羅姆跟鳳王直接玩死對手 大概是這個操作輪替啦 那我們也展示了3技啦 相對的如果我在看直播 玩家應該都非常熟悉啦 所以如果你的陣容是沒有辦法處理鳳王雙龍的話 相對的我覺得 在目前環境中是不太好用 好 我們就下一場 這一場是一個鏡像對決 我們看到奇阿蒂娜 vs 奇阿蒂娜 那對方看起來好像是100%的 相對的我們這邊體質上是比較弱勢 那我們這邊的操作的話 阿影前期直接打下去 如果沒打到會非常虧啊 畢竟對方的奇阿蒂娜是帶的龍爪傷害量非常好 欸 不過她換角了 這邊博克機師上來 博克機師上來的話 反而她想要去扛一個龍爪沒扛到 變成了鳳王的肥料 那我們在前幾天的影片中 是有拿出鳳王對上波克機師的那個狀況 如果對方敢開盾的話 相對的她的風向會變得更膩 所以此時你可以看到對方是沒有擋的 她是直接吃了一個神聖之禍 但是很可惜 我們一下才有辦法收掉她 終究的鳳王吃到一個原始之力 然後接下來補一個燒劑 對方的奇阿蒂娜應該會再次上來 但我們目前的血量有可能會被她的龍爪給K下去了 對手就直接上來發動一個招式 看一下能不能夠收掉我們的鳳王 龍爪出來 但是鳳王殘血出大招妖猛攻啊 所以她切上波克機師的瞬間 反而在一開始的平局變成我們的順風了 好妖猛下去 對手擋招目前有盾的優勢 直接讓鳳王下場 對手也沒有練功練太多 然後我們的奇阿蒂娜目前槍上非常的好啊 稍微拖一下之後 讓奇阿蒂娜直接上來用暗影前洗 目前有盾的空間啊 相對著我們這個被擋住也沒差 一下下去 對手的奇阿蒂娜沒擋招 直接中傷了 接下來的話可以用暗影爪直接把她扣下去 遊戲差不多要結束了啊 從這邊把兩盾留給蒂雅烏卡 然後瞬間切上來 龍洗把她吐掉 不過對手也換角了 來個蒂雅烏卡進向對決 雙方幾乎是同時間出來的啊 所以硬點的話會一起下場 那我們就不用開招了 而對方這邊竟然出招了 相對著我們龍洗是有多補到一下 所以地牢卡是不會下場的情況下 能夠把對手點死 龍洗還是能夠吐到對方的別種型態的奇阿蒂娜 好順順的不出招 直接拿下 然後奇阿蒂娜上來 也沒有收掉我們 就拿下這一場 好我們就用下一場 這一場看到 其他蒂娜面對到超夢 暗影前期如果打到的話 當然是一個順風開啦 不過如果她擋住的話 就要靠鳳王跟蒂雅烏卡去處理 好當然對手換角了 中途換上了是蒂雅烏卡 那我們一個龍爪出去 標準的打法 一下下去 然後切蒂雅烏卡 開一個盾把她的招式給擋下來 然後把槍上擠得很足 面對到後面的角色 不過比較麻煩的是她第一隻超夢 如果她是上來 直接出招 我們這邊比CMP是會輸掉 好對手一個流星群 所謂是流星群 流星群出來 讓她攻擊下降 我們的地牢卡血量上還維持得不錯 不過我模擬了一下 發現到其實 超夢在屬性上烈射的情況下 精神擊破打到地牢卡 大概也是差不多 十分之四左右 但是對方並沒有直接上來 跟我們壓個CMP 反而選擇讓 蓋雅烏卡上來自殺 這邊的操作戀人不解 如果她跟我們壓CMP的話 相對的我們這邊是 有開盾的空間存在著 反而對手 就有兩盾的絕對優勢來壓制我們 但她並沒有這樣做 所以我們的地牢卡 輕輕鬆鬆的去壓制蓋雅烏卡 把鳳王的天敵給處理掉了 鳳王如果正面硬打蓋雅烏卡 是絕對會輸的 不過有隊友上的搭配的話 相對的鳳王是不見得 真的會輸給帶蓋雅烏卡的隊伍 好那這邊我們其他地牢上來 然後中途想讓鳳王上來的時候 對方讓超夢上來了 超夢剛是有擊到精神擊破的氣量 一下下來 打別種形態其他地牢在半血 等一下我們鳳王上來 留著其他地牢去打蓋雅烏卡 這場基本上是結束了 對手一個招式是打不死鳳王的 那我們可以輕鬆的多幾點氣 再面對到蓋雅烏卡 相對的是更好處理 但是我們神聖之火出來的時候 對方超夢是率先出招了 那遲遲出招的話 我們勢必得擋招了 如果直接下場 讓其他地牢一打二 相對是比較辛苦的 好神聖之火下去 對方的超夢 是否會開這一盾呢 結果她沒開 留著盾 蓋雅烏卡雖然有盾 但是想要上升一滴滴 她應該要把超夢的盾給開掉 順勢的收掉鳳王 看有沒有機會再處理掉其他地牢 非常可惜 她並沒有這樣做 導致最後蓋雅烏卡上來 只能放個衝浪 打龍減傷 細節上並沒有操作好 蓋雅烏卡上來的時間點 真的是還差 好我們拿下這一場 好我們進入下一場 這一場是單地的對手 那這邊是其他地那 鏡像對決 不過對方是起源形態 我們是別種 但是她竟然換角了 正常的一個思維應該是 別種的會輸給起源的啦 當然對方換角 反正選擇長翔上來 這邊是令人不解的事 她應該是在調我吧 不然正常是不會切長翔的 長翔一個氣鬧出來 我們讓鳳王上來 保留了其他地那的氣量 那一隻她有吸鬧了嘛 是可以賭她沒有帶瘋狂福特啦 那這邊我們的鳳王 就賭賭看吧 對手是近身站出來 那這一場可能 風向更穩定了 因為我們其他地那 有氣量上的優勢 而且她的起源形態 我們就可以切地奧卡 直接壓制她 再靠一個其他地那的 出招的速度上去壓迫最後一隻 大概是我目前的想法 好對手的其他地那上來了 那我們這邊還有半血以上啦 我們還沒有使用猿猛猛攻 相對的不至於 會被對手的一個暗影球K下去 所以我們先選擇神陣之火 看一下能不能拼到攻擊力下降 果然是攻擊力下降啊 但是被她多補幾個暗影爪之後 目前血量上不到一半 來扛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夠扛得住 對手暗影球出來 果然傷害量普普啊 所以不要使用猿猛猛攻 相對的 其他地那氣圓形態的暗影球 是打不到一半鳳王血量的 鳳王的優點就在於 傷害量很夠 然後坦度也會很好 然後我們這邊 牛王猛攻逼迫到對手開盾 目前有盾的優勢 選擇的是地牢卡上來 那地牢卡此時上來的話 開個盾擋一下 目前雙瓶盾 而她最後一隻角色會是誰呢 並沒有直接先上來 反而讓其他地那持續的打下去 但我們中途 立刻讓其他地那上來補她龍爪 龍爪下去之後 對方其他地那直接放棄了 剛剛練到的氣量上都百費了 而她最後一隻角色 是地牢卡上來了 那這邊我們看起來血量有機會使用暗前洗 但是我們打保守啦 龍爪持續出去 消磨對手的盾以及血量就夠了 最後地牢卡來個鏡像對決 輕鬆獲勝 這場是不太明白為什麼她是要切蒼翔上來 應該是要掉我們的角色 想掉出鳳王 但是她今天並沒有配置瘋狂福特啊 那這個切腳的用意實在令人不解啊 當然有可能是想要掉巨精怪 但是巨精怪在大時間盟出場的機率沒有那麼高啊 好我們就下一場 這一場看到地牢卡 是一個逆風啊 同樣的我們就是暗前洗放完 讓地牢卡上來弄 大概就是一個基本的操作 好那對手的地牢卡有點閃啊 因為是100%色違的啊 眼睛不太舒服啊 我們這個其他蒂娜只有96而已啊 有點可惜 好對方一個地牢卡鐵頭出來 鐵頭出來之後我們按前洗直接出去 按前洗下去之後 地牢卡勢必的是會殘血的 然後我們下場讓地牢卡上來弄 好地牢卡直接上來 對方來不及 喔這邊是換角了 哇這個可能是有點熟悉喔 我知道自己的招式出不來 切上超夢上來 但是超夢面對到地牢卡 說實在沒有到絕大的優勢啊 所以他蒸氣彈真的有辦法打到 但是目前我們有換角的空間 是有辦法讓鳳王上來扛他一招啊 但是我們這邊先觀察一下好了 先擋個招式 結果是精神擊破出來 好精神擊破出來的狀況下 我們是讓他蒸氣彈的氣量上好的時候 我們鳳王上來看能不能夠扛到一個蒸氣彈 結果是暗影球版本的想騙啊 但是這個騙完之後 他還是出招非常快啊 鳳王的缺點就在於出招稍微慢了一點 所以對方連續的招式導致我們的鳳王殘血了 殘血的情況下我們放一個招式直接退場 但是對方有可能切地牢卡啊 但這邊沒辦法 因為我換角時間還沒到 所以只能把氣象上活生生放在這個地牢卡身上 有一點太浪費 不過慶幸的是他做一隻竟然是蓋歐卡 那這場就結束了 蓋歐卡的話 蓋歐卡絕對壓制 完全沒有問題 我們只要集到兩個招式 然後輕鬆的就能夠收掉蓋歐卡了 那我們擋住對方的衝浪之後 這邊 選擇鐵頭 比較可惜的是鐵頭打水是減傷啦 傷害量是比較欠假啦 是比較擔心他 沒有擋這個鐵頭 我們第二線 啊 是擋不太死他啦 而結果 我們流星群是出來了啊 因為他擋住了地下之後 流星群直接出去 最終 地牢卡收拾掉整個戰局了 拿下做一場勝利囉 那麼 來做一下總結吧 我們今天看到鳳王 在大司機門對戰中再次出場了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陣容 是丹尼在上一季攻頂的陣容 這一套的打法 並沒有像鳳王雙龍那麼簡單操作 他在對位的時候 你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 其他蒂娜的用途 以及後面角色該做什麼 才有辦法發揮得好 而且在目前的環境中 鳳王是已經算是主流 很常出現的角色的啦 所以玩家如果想要打大司機門的話 相對的在陣容上 可要針對鳳王稍微處理一下 才有辦法打得好 也恭喜大家來到了 在大司機門鳳王常態化的時代啦 因此我們今天影片 就提供給玩家們 當作參考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